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这些事件只有看到热闹的争议的面向 还可以看到它背后的门道 这是我们独立制播之后的第三集 就是在2月开始呢 原本公库跟公式合作的这个模式 我们有了一些调整 所以在新的开始新的年度 我们在公库在有关于 参赞时光会客社的节目制作上面 我们大概每一个月都会多支出了 两到三万元左右的经费 也欢迎大家能够捐款来支持我们 在我们的荧幕上面有我们捐款相关的资讯 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 让更多人了解在台湾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在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一集新的单元 这个新的单元叫做Report Story 那为什么叫Report 当然就是所谓的报导 报导就是报导新闻 从我们的角度上是报导新闻 可是我们不是只有报导新闻 因为新闻的英文除了叫News之外 而EWS到处这个东南西北发生的新的事情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Story 这个Story就是故事 既然谈论到故事它就会有很多的情节 它都会有很多的这个人物人性 甚至这个故事也想要告诉我们一些 背后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Sport Story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都会邀请公库的记者来跟大家聊聊 他们在这个月当中采访的新闻事件里头 有哪些值得我们要再特别去关注 以及他们在采访的心路历程 还包括了这些怎么去找资料 怎么去查证 怎么去采访 采访是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邀请到的是公库记者吴龙锦 龙锦你好 你好 王庄我看到你做的一则报道当中 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 这是发生在台中的环拉楼增翻载鹿庄的这个地方 那在那个画面里面 我们看到了很多八九十岁的这个老太太老先生 他们其实绑着这个布条黄布条 然后坐在这个街头上面守护着他们的聚落 这画面让我觉得有点震撼 为什么震撼就是 为什么年纪这么大了 然后还要站出来守护他的家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也行你先告诉我们 这个翻载鹿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什么样的聚落 那它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对 就是翻载鹿庄这个地方呢 它是在台中的太平 现在是太平区 那它大概面积有大概两甲地 然后为什么叫做翻载鹿庄 大家第一开始听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这个地名是不是很歧视原住民 那其实它隐含的就是说它汉 它是过去汉人跟原住民争地的 最主要的就是它有保留下来的这个的习俗 然后反正就是它原本是汉人想要在那边争取一条叫做汉溪的水源 然后但是那个地方是住民就是原住民会出草的地方 那它们为了抵御就是原住民出草 所以在那地方盖了一个叫做翻载鹿庄的村落 那它们也改有原本汉人是坐北朝南的建筑方式嘛 那它们改成坐西朝东 然后为了要抵御原住民的出草这样子 这当然是从汉人的观点去做这样一些秘密 然后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是汉人的某种的侵略或是掠夺 然后把原来的水资源 这个可能要占为己有所产生的一些冲突 但是不管如何 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那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起来这个是一两百年的聚落 那这一两百年的聚落当中 为什么会有这些老先生老太太 她坐在巷口 坐在村子的这个聚落的路上去抗议 他们到底要抗议什么 是 这些老先生老太太 他们都住在这个地方已经150多年 那换算带的话 大概就是有五代的历史 对 那他们住在这里 最主要用这个事件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土地所有权被建商先买走了 那但是其实整个46年来的过程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可以带过 就是你看我在采访的时候 画了一个密密麻麻的笔记 对 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流程图 对 复杂的流程图 中间还包含了各式各样的诉讼 那我就照着这样的图 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在日本殖民时期的时候 是就是主要都是电农跟大地主租地 然后来盖来盖房子 或者是说耕种什么的 那其中有两甲地 就是租给了藩载路的庄的居民 然后之后呢 结果在1974年的时候 因为地主去日本了 然后所以他把土地交给亲戚 一个叫做夜作乐的人管理 结果这个土地代理人呢 跟公所的人 就是地震所的人 就是串流道客印章 然后把这个土地盗卖给了建商 虽然那个本来地主 并没有要卖给建商 但是他用所谓的非法的方法 方式去盗卖的土地 对 然后盗卖了之后呢 他们就是跟居民提告 叫做提告居民拆屋还地诉讼 那这个拆屋还地就是很明显的显摆 就是要你把房子拆掉 然后还给他们土地 但是也因为这个土地代理人去提告了 就反而曝光了这件事情 然后让法院发觉说他道科印章 所以他还因为这件事情 伪造文书所以就入狱了 对 但是因为土地已经先盗卖给了 这个建商的头人叫做丘土金 所以在1983年的时候 建商发觉大事不妙 所以他们就先去日本跟原来的地主的子女 要求了他们的土地授权 然后以日币一千万的方式 取得这个授权 差不多换算台币就是台币三百多万元 对对对 所以就是取得这个土地的授权 还不是真正的 是已经买卖了吗 还没 还没买卖 对 这个时候他们的土地授权 其实还是在邻家手上 就原来的地主的手上 对 结果在1985年的时候 他们不是提告财务还地就败诉了 败诉叮演 所以土地所有权回归到林家的子女身上 然后这个时候建商就取得了他的土地委托权 那他取得了土地委托权之后 他就去跟居民说 你要不要买这块地 那为什么要问这样呢 因为他们的败诉理由之一就是说 居民拥有优先承买权 那你要先问过居民 他要不要买这块地之后 你才可以取得土地所有权 那什么就是优先承买权呢 就是长期租在这块地的租户呢 他有在地主要变卖土地的时候 他有优先购买土地的权利 以同样的条件 也就是以日币一千多万元的条件 去购买这个土地 可是建商没有这样做 所以建商的诉讼就败诉 建商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优先购买的部分 所以他就问居民说 那你不要买地 可是他用的钱是超出市价8倍的价钱 对 所以你刚刚说那个300万的 台币300万的8倍 为什么会是1亿 这个中间的过程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时候建商是以 1亿 其实是8倍 其实是市价的8倍 市价8倍 不是那个当时300万的8倍 对对对 市价是就是大概1400多万 就是市价的 那时候一平方公尺的土地 大概是750块 然后建商是问居民说 你要不要用一平方公尺 6000多块来买这样 那换算两价地嘛 所以大概就是1亿 1734万元 对但其实他跟日本地主是用300多万元买的 那他问居民说你要不要用1亿多万元来买 那居民当然说不要啊 那居民就回函说他不要 他要叫你用原本的价格来谈 结果没想到这个证书呢就被拿去登记说 居民放弃优先购买权 反而使得这个建商呢 就在1987年的时候取得了这个土地所有权 正式取得了土地所有权 一直到现在 对 那你自己不买在法律上面是你放弃啦 那有什么好争议的 对所以就是就是居民就是会强调说 因为他们要有优先同样的条件嘛 就是你要用300万元来问我 不是用1亿多万元来问我 所以他们就开始打起了这个 是漫长的这个诉讼过程 对 然后首先呢 他们是在1995年的时候 再次跟 再次寄存郑姓凯跟居民吹讨租金 而且就是也提告居民第二次财务还地的诉讼 那为什么隔了10年才来吹讨这个租金呢 就是因为这个邱徒金的这个人头他过世了 所以券商不知道要怎么样继续这个诉讼 但反而就是 就是继续这个诉讼就对了 就是他们找了别的人头 加了另外一个人头 然后进来继续这个诉讼 对 那后来呢 后来在2006年的时候 这个诉讼又败诉了 那为什么败诉原因 建商又败诉 对 建商又再度败诉了 那败诉的理由一样就是 居民拥有优先尘埋权 对 那但是这个时候他们 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 有一个 因为居民大部分都是非常纯朴的 他们收到这个法院判决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他可能会沟通不良 然后有一户叫做河村妇的老农 然后他收到这个判决书 然后又被这个强制执行 就是他没有跟着居民一起去抗争 OK 一起请律师 结果他自己败诉 就是他自己败诉 然后他就因此喝农药自杀 对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居民抗争 那个布条上面会说 害河村妇自杀的原因在出在这里 不过在那个时候 其实是大部分的居民是胜诉的 因为他们是一起请律师这样 然后后来呢 居民就 居民知道 我可以去告建商就是优先承买的部分 所以居民就是提告建商优先承买 然后居民胜诉了 这个时候法院是承认他们 具有优先购买权的 就是你建商要用同样的价钱 就是300万元的价钱 去问居民要不要买 那结果没想到在2018年的时候 建商就上诉嘛 因为建商上诉没想到这个地方 被改判败诉 而且还败诉顶言 为什么 那 你是说后来变成居民败诉 对 那建商胜诉 对 那前面其实可以看得到就是建商都是败诉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这么大的转折 对 就是 这个地方呢 就是建商投机取巧 他把那个土地呢 拿去抵押给 抵押给了银行 然后 用4亿元抵押给银行 然后导致这个银行扣押这个土地 所以法院就跟居民说 这个土地已经被败扣押了 他不能给付给你 所以叫做法律名叫做给付不能 所以因为这个给付不能的原因 就是判居民败诉 那居民就觉得很荒谬啊 你我主张是 我有这个优先承买权是一回事 那你我拿不拿到这个土地 又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我拿得到的话 我可以用别的手段去争取啊 可是那个时候法院就是判一个给付不能 然后导致居民败诉 给付不能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能给付 不能这块土地不能给你 因为他要优先承买权嘛 那他想要买这块土地 他要买这块土地 结果那你买不到这块土地 所以就以给付不能作为败诉这样 这也是我在写报道的时候 遇到最大的困难 因为就是有很多法律名词 跟法律的判决书 所以如果想要更了解的话 就是必须要去看他们 就是46年来的所有的判决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拥有优先承买权 但是其实他没有办法真的去买 因为可能对他来讲价格是很高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法院就派居民 判居民败诉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不是 是 这个价格是很高 就是他应该要用同样的价钱 去跟居民问 就是问说你要不要买 那同样第一点他没有做到 他没有合法通知居民说 你要用300万元去买 然后第二点是说 他把这个土地抵押给了银行 所以造成说 居民拿不到这块土地 所以法院也判决了 就是给付不能 所以让居民说 先办败诉这样子 那现在怎么办 对 就是继续上诉吗 对就是目前优先承买这部分 就是重新提告 就是再次上诉这样 所以在 那因为他优先承买败诉了嘛 所以建商就趁势在2019年的时候 然后再度提告居民要求财务还地 结果没想到 就是目前他把居民分成 总共有44户 那那个地方总共有44户居民居住 他分成7组 那目前只有一组就是居民胜诉 其他的有一组还在程序中 然后目前有5组是败诉 那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呢 他们的差别就是 胜诉跟败诉的差别就是 其实又更复杂了 因为里面包含就是租金的定义 那就是 因为他们有租赁权的问题 然后他们在 其实在199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建商有寄存证信凯 要求居民去缴租金 那这个时候居民不知道 所以就是居民 就乖乖地去缴了 没想到这个租金呢 这个就去缴了 然后建商收到这一笔租金 他不承认他是租金 他说那是损害赔偿金 对 那不是建商叫他们去缴的吗 对啊建商寄存证信凯 要他们去缴 结果建商收到说 这个不是租金 这个是存害赔偿金 所以就说他们没有去缴租金的意思 对 但是在2009年的时候 建商又再次问 你要去催讨租金这样 那居民就知道了 这是建商的手段 所以居民就不缴了 结果没想到这个 就是造成2019年居民败诉的原因 他说因为你1995年有去缴 可是你2009年没去缴 那你就是变更了这个缴租金的方式 所以你失去了你的土地的租赁权 结果 所以这样很奇怪啊 那另外一组 为什么居民会胜诉呢 因为法官看到了以前的判决书 然后他就说这个 建商不承认这个是租金 建商说这个是损害赔偿金 所以其实就是说 居民从来都没有变更过 他的缴租金的方式 但是是不同法官 对 是不同法官 所以不同法官 针对同一件事情 他做出不同的判决 对 就是七组里面 然后有一组就是法官 做出了不同的判决 那我刚刚讲一下 就是补充一下这个缴租金的方式 就是他们约定俗成 就是由这个地主要亲自去跟这个电笼收取租金 这个叫做亡取之债 就是你要亲自去跟他收租金的方式 结果不是说我寄存真信函叫你叫 你就要叫 是我要亲自去到你家 然后叫你叫钱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故事听起来真的很复杂 所以例如说他的历史是很复杂的 他的权利关系是很复杂的 连法院的判决跟他的认定的方式 也都是很复杂的 这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其实你也是第一次接触到 那你当时是怎么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采访 怎么开始去做这个访问 怎么开始去找资料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下再回过头来 再继续访问容金 国家有关职分手 还是从对方向正常的人 2、5、1、8、3、2、2、2 拒绝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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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家园 守护家园 我们这个加月十八 是我们有收到台中这平均 要联合我们土地震局来测量 這就是要拆除的測量旅刊 這個已經百幾年了 我們在這裡有第一項目 我們有優先工買 他們用這種以非法來掩護合法的手段 要來跟我們這麼漂亮的古早 來跟我們掠奪 這個丟丟金就是富有土地開發的這個富利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富有土地開發的前身就是藏意集團 他們在黎明有做很多不法的事情 他一天 你如果在粉狀看到 他都把這個阿嬤來威嚇 說你如果不走我就要給他欺負主 第一位威嚇 威嚇說我五台人 到九十幾年 那幾百年 他還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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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 他在這裡出事 我心裡要吃他 我跟他說 我這間廚 我還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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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加油 我還要給他 但是不可以說 長藝集團想要講就要講 這如果說根據三七五檢組的條例 根據法律的位置 第十二條 他們這是算處庭的規定是可以繼續增進去 我們法律是這樣的規定的 另外剛才說 他們說會優先承買權 優先承購權 這是我規定的 我們三七五檢組的第十五條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報告 把法律的立定 我們絕對是站在條的 他們應該有優先承買權 或是優先承購權 當初為什麼他們都沒有接受到通知 那土地就這樣子被過負掉了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大家探索的一個課題 在日本時代的土地登記制度 跟國民政府在1945年之後來到台灣的土地登記制度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土地登記制度不同 那國民政府又不了解這一點 一來到台灣就強制使用他們心中所想的土地登記制度 所以造成了很多人權侵害 很多土地都被沒收 我們按照文化資產保存法來看的話 按照它法條上面的話 我們至少符合兩項 第一項是什麼 第一項是傳統建築與聚落 這是一項 另外一項是文化景觀 按照歷史建築跟聚落來講的話 或許有一些新新舊舊的建築 會有一些委員說 你們這個不符合歷史建築 可是按照文化景觀來講的話 它只有兩項 有兩項主要的條件 第一個是傳統的社區 社群生活 第二個是傳統的儀式行為的一個固著點 我們是屬於喊可以罵 喊可以罵固定的每年3月23號農曆 等於說喊可以罵最重要的一個 每年出旬的一個陣頭 一定會來這邊 而且很重要的一點 一定會住在這邊一個晚上 是不是這樣子 住在這邊一個晚上不是小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據點 喊可以罵又是我們台中市最大的一項馬祖廟 我們是隸屬於喊可以罵的一個整個儀式行為的 一個固著點 很重要的一個點 那完全是符合我們文化景觀上面所講的 社群生活以及儀式行為的固著空間 以及它周邊的環境都可以被保存下來 我現在上面有出現警察入場 所以我們大家很緊張 為什麼我們會緊張 因為今天來了兩次了 左邊右邊還有便衣警察 他有跟我們講說取消旅刊 那我不知道取消旅刊 你們又來幹什麼 我在這裡呼籲我們的司法 46年了 你們都知道誰對誰錯 他們用不法的手段 你們也容忍他們這樣子 有時候我在法庭上看了很想吐血 書記官一賣的打的都是他們對照亂講的話 我們的律師講的話法官一律不裁 就是這樣子 這幾年來我跟了律師 我有時候回家會撞牆 就是這樣子 我們如果法官沒法 我們可以讓他跟這個 中霸經這個土匪 纏綜46年嗎 你們用膝蓋上也知道啊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我們錄影的地點是著專有書 也非常謝謝著專有書 提供我們這麼好的場地 讓我們可以好好的來聊一些社會的議題 來聊一些大家值得我們去關注的一些社會事件 今天是我們新的一個單元叫做report story 就是我們要請公庫的記者來聊聊 他們在採訪現場所看到的一些事情 在採訪現場的一些觀察 除了我們看到平常的報導之外 事實上一則新聞的產出 一則新聞的產制 事實上是個非常非常複雜的過程 我們剛剛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我們就看到 不是念這個所謂的法律出身的龍井 他其實他就必須要去了解到 這麼複雜的這個歷史的過程 判決的過程 而其實龍井在當記者也差不多 只有幾個月 八個月的時間 所以八個月的時間 就遇到了這麼複雜的這個議題 當時為什麼會去拍這樣的一個新聞報導 對 當時的時候是在就是 黎明幼兒園林金蓮的園長的臉書上看到這件事情 那因為我本來就是 我是台中人 我是台中的豐原人這樣 然後以前就是在公庫當特約記者的時候 就有去採訪過黎明幼兒園的事件 對 然後所以想說 它既然發生在台中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過去看一下 因為看起來就是95歲的阿嬤 或80歲的阿嬤都下跪 然後在那邊哭 就是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看起來很可憐 你說第一次看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是 他們那個時候在台中市政府前面 然後那個80多歲的阿嬤就是下跪 然後懇求市府出來幫忙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這發生什麼事了 但是那個時候只有公視有影音新聞 然後我就看一下 就是其實沒有談到 所以那時候其實還沒有開始去採訪這一則新聞嗎 是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那我也了解一下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主委 就是那個時候自救會的主委叫做林秀芬 然後用電訪的方式訪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聽他談了46年來的訴訟過程 然後談完之後 因為我們必須要查證嘛 所以我就又去查了說 那公務人員懲戒啊 因為我提到道客印章嘛 然後後來又去查那個判決書 然後優先承來的判決書 或是財務還地的判決書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第一次去接觸到這些所謂的法律的條文 或者是這些判決書的這些內容 對 那其實都非常的艱深 或是說其實因為他們 法律過程中他們會先上訴 然後又先判決 一審判決 然後二審判決 然後又上訴 然後又敗訴退回重申什麼的 那其實非常的複雜 那每次的理由可能都不太一樣 不過其實這個過程中我會驚覺一件事情 就是說主委其實抗爭的過程中非常的 他記得那個年份非常清楚 雖然他都是用電話跟我講而已 可是他的年份其實跟判決書上都差不多一樣 那我覺得這是地方努力的小人 就是小人物這樣子 所以其實因為這樣講 就是一般的記者他其實會 未來會跑什麼路線其實自己都不知道 在學校裡面可能也未必 因為你是念傳播科系你也不會 除非你對去所謂的俯修 或者是這個俯系 或是雙俯修等等 那要不然就是去另外修 可要不然大部分你也不知道 你會去修法律 或者是你會碰到這些問題 跟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你第一次接觸到這種法律的議題的時候 會很緊張嗎 就是我覺得非常的 因為其實土地 其實我有時候 在寫一些土地正義 或是說在土地破千的這些戶的過程中 都會覺得說 我是應該去念個地震系 或是我是應該念個法律系 或環境系 因為其實每一個都非常的艱深 就是很多專業詞這樣子 然後每一個土地的制度 他們被破千的原因都不同 有的是因為怎麼自辦市地重劃 對 然後有的是因為就是都更 然後或是什麼各種 那這是因為土地所有權的關係 對 不過這也是必須要克服的過程 特別是像公庫的定位 當然我們是在為弱勢發聲 可是這個弱勢者所說的東西 到底是不是事實 恐怕也是我們要先做的一件事 也不是說你說什麼我們就相信你 也不是說因為好像你覺得很悲慘 或是很可憐 然後受到壓迫 他的講的話一定都是百分之百正確 有時候他可能不是在講謊話 或者是不見得是要去特別的用 變成要博取同情 有時候是在記憶上面 或者是在情緒上面 他可能會去掩蓋了某些事實的陳述 那這其實也是像公庫的記者 必須要去好好的去做查證 要去釐清的這些過程 這也是我們的這個報導 為什麼會特別慢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那個查證的過程 是花很多的時間的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想說就是想要今日是今日必 因為有時候其實新聞還是有時效性的 可是有時候其實這個議題非常的艱深 那有時候又想要寫的 比別人多一點或深一點 想要讓人家知道說其實不是這種 因為有時候像這次的居民就會想說 你害死了我們的秋土 你害死了我們的老農 害農農喝農藥自殺 然後什麼死人跟活人訴訟 死人跟活人買地什麼的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般人都不懂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就要把這個轉化成簡單 易懂的文字 那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特別是我們看到抗爭的時候 有時候居民會把一些 他們事實上也會蠻懂的 怎麼去用一些詞彙去吸引大家注意 可是這詞彙的背後 可能是一些複雜的生命經驗 訴訟的經驗 或者是抗爭的經驗 或者是受壓迫的經驗 但是在媒體上面 我想大概很多人都想要 一下子讓大家知道 可是作為一個媒體的本身 恐怕不能夠這麼輕易的 把這些所謂的情感的訴求 是拉到最高 大家只有看到 哇好可憐或好可惡 我覺得那反而 有時候是常常看不清楚事情的 是 其實就是 就是在這個 接觸每一個 居民的過程中 才可以知道說 這個 這個訴訟過程中 發生了什麼問題 這樣才可以 就是讓大家去理解 或者說進而去幫助 或者說 假設 因為冤案 或是說事情已經發生了 那為了我們要 未來我們要如何 不讓這種事情再度發生 對 這也是我常在講說 我覺得我們不一定 只是在同情這個人可憐 或是覺得這個人可惡 而是應該去了解 它背後制度的問題 我們才能夠讓這些悲劇 或這些問題 它不會再重複發生 但是你去採訪的這個個案 你在這個採訪的過程當中 這也是一樣 是一個某種類型的破圈的議題 這個破圈議題 跟你在看黎明幼兒園 或是在看其他的破圈個案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 不同的地方其實 先講相同的地方好了 因為他們都是在台中 在台中 大家鄉民都會笑說 就是沒事可能會被拿去做小博塊 或者說沒事會被拿去填在博油路上 會有人臉辨識什麼的 可是就是我 我通常都會跟朋友在那邊 就是笑稱這樣子 可是沒想到這是 對他人來說 這是生活的日常 那比如說林建林原長 以前就有常常被槍聲 晚上聽到槍聲這樣 那這次的這個主委呢 他在民國93年 自救會的主委 自救會的主委林秀芬 那他在民國93年 接了這個案子之後呢 他的車 他的家就直接被一台車開進去 然後被按電鈴 然後被人說 跟我們去喝茶 被請去喝茶這樣 然後那時候勇敢拒絕了 然後但是之後呢 他的車 他開車或騎機車 他的車都會被莫名追撞 就是自從他 自從他接了這個案子之後 才開始發生這樣子的威脅的事情 那更甚至就是在去年 就是建商申請強制執行之後呢 然後還有建商會直接到 老人家95歲的老人家的裡面 然後威脅他說 如果你不搬走 那我就要停水停電 就是讓我就是訝異說 你是建商還是地震人員 還是你是官員 你怎麼有權利就是威脅說 如果你不搬走 我就可以停水停電 斷水斷電 就是地方的勢力是這樣子 然後又恐嚇一個故乎無異的95歲的老人 我就覺得非常的驚訝 但是居民不害怕嗎 如果我相信很多人在面對這一種 所謂的恐嚇也好 或者是這樣的一種 要斷水斷電的某種的威脅也好 大概都會退去 那這些人為什麼不害怕 為什麼這些人還是要 自己想要去捍衛他的家園呢 就是這個地方他們可能就是 因為居住了150年 然後其實那個地方 還有保存了一些土角錯 就是土角處 土角處 然後他們就是為了要捍衛基因 然後其實老人家也會有想法 就是我要死在這裡 就是我已經在這裡生活這麼久了 我也不能搬去別的地方了 我也不想搬去別的地方 我就是要手在這裡活在這裡 死在這裡這樣子 所以從地方的角度來看 這是一個比較傳統的聚落 或者是可能會被認為 是一個比較落後的聚落 我們看到台中這幾年 包括更早之前的七期重劃區 或者是我們看到這個黎明幼兒園 這個置辦 市地重劃或置辦重劃等等 的這些議題 其實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就是要進步要發展 那身為台中人 你不覺得台中是需要進步跟發展的嗎 這些相對之下 這些傳統的聚落 然後又有這麼多的問題 然後它不是一個進步的象徵 你怎麼去看這樣的一個 這種所謂的歷史的 感覺是一個潮流 那作為一個台中人 怎麼去看這個現象 就其實就是大樓越蓋越多 但其實以平民成分來講 我買不起啊 然後 但是就是蓋了很多大樓 其實大部分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炒房 越來越厲害了 那我覺得那都是就是拿來炒房的 那但是就黎明幼兒園來講 黎明幼兒園它有它的土地的 它的教育意義 比如說它會讓小朋友去清淨土地什麼的 那這個太平的這個樁呢 它是保留土角圖 那土角圖 那土角圖從小 我以前只在我爸爸的嘴裡聽到土角圖 然後他就說 是用土壤黏 然後再用那個竹片 我從來沒有看過 就算我去嘉義念書 嘉義好像也有 但是我也沒有看過 親自看過整片這麼多片搶的這樣 就是因為我1月18號那天 有親自到就是台中的太平去看 然後才發現說 其實真的是保存的滿 有12座的三合院 那還有很多土角圖這樣子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歷史的現場 歷史的記憶 就是一個城市的發展 它可以是多元的 也可以長的是一個樣子的 所以怎麼去構思一個城市的發展 是很重要 不過我們再回到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的本身來看 我覺得一個東西其實是蠻重要 就是這些居民它這麼長期來 你剛剛談到有40多年的 這個不斷的訴訟 有時候勝訴有時候敗訴 然後有時候某些人勝訴的 某些人敗訴 他們心裡的狀態是什麼 就是怎麼 除了剛剛談到說 我想要死在這裡 這是我的家以外 它面對這種不斷的訴訟的過程 我相信是一個非常疲累 心很累的一個過程吧 對其實就是居民也有講 就是好幾次都想要放棄 那或者說 因為這個訴訟費 他們只要一旦敗訴 就是都是由這居民負擔 那我有問過主委 差不多每個人 就是46年下來 差不多每個人 要付100多萬元的訴訟費 對每個人喔 然後對然後 但是他們還是就是撐下去了 就是其實就是讓我們看到 就是你要跟建商爭取你的土地所有權 其實或者說你要跟建商爭取你的權利 其實是需要耗時耗行力又耗錢的一件事情 很容易放棄 那我也就是非常的欽佩他們 願意真的這樣撐下來 對 那政府在裡面的角色是什麼 可是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私產權之間的訴訟 可是這私產權訴訟 其實就是一個一個法律的一個 看起來是一個純粹的法律的問題 可能只是一個民法的問題 那但是其實他們又跑去市政府 那市政府對他們的態度 或是對市政府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他們有介入的可能嗎 這件事情可能市政府 市政府好像是說 市政府回答媒體就會說 這件事是私產的爭議這樣子 然後甚至他們那一次到 財東市政府抗議的時候 好像有派出一個官員出來回應 然後那時候官員就說 市長不在 那請你們去就是長藝集團門口抗議這樣子 然後居民就 所以居民就去長藝集團門口抗議 不過也沒有人出來這樣 所以建商是長藝集團 對長藝集團跟富有土地開發公司 對 所以政府都覺得這是你們私人事 自己去爭議自己去解決就好了 就我看來是這樣 但是在現實上面應該是很困難吧 就是小蝦米對抗大金魚 而且在那個過程當中 這麼多的不確定性 而且這些人年紀都很大了 要讓這些人持續的抗爭下去 我覺得在時間上面都是 對他們是很不利的 對那對居民來講 還有一件事就是警察的問題 就是其實他們現在他們已經面臨兩次旅刊了 然後在1月7號跟1月18號 他們都面臨了各一次旅刊 可是在現場他們只有看到警察 那其實旅刊是要由就是 法院的人士 然後去執行旅刊 或地政局的人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的人士去執行旅刊 那旅刊就是說去測量這個強制執行的範圍 那估計說以後要怎麼拆除這樣子 然後在旅刊過後呢 他們就可以 法院就可以責定這個強制拆除的期間 所以對居民來講是非常緊張緊繃的這樣子 可是他們當天還封路什麼的 然後警方就會一直來關切 說有人抗議說你們阻擋了路權什麼的 然後居民就說沒有啊 我們就算我們想申請你們也不會給我們過這樣 他說就算如果有居民會通過我們會讓他們過這樣 就是跟警察吵架 那警察可能就摸摸鼻子就走了這樣 不過其實那一天 1月18號那一天其實有 就是有人來先 有警方先跟他們說 今天旅刊不會來旅刊了 今天旅刊取消了 可是居民其實是完全不相信的 就是居民會覺得說這個是一個吊虎離山之術 只要我們一離開你們就會馬上進來旅刊 馬上進來旅刊或執行了這樣子 對 所以 不過就我立場我都覺得其實就是警方可以就是 派一個組長或什麼出來講 但是他們那時候是就是各 就是一直在各個路口然後突然看望一下 然後如果居民聚集的話他們又跑走了 這樣 就把它當作報名的概念嗎 不知道 但是其實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就是 那個時候有一個大哥 然後因為就是淳樸的居民嘛 然後那個時候大哥就是負責守那個路口 結果呢有警察來 然後是他認識的警察 那就說欸你就走啦 你就不要來 我要負責組長這個路口嘛 然後結果我沒想到就是委婉了之下 就讓警察往前走了幾步 然後反而害這個大哥被居民譴責 說你要心狠一點 你要狠心一點 你要趕走這個警察 你不可以讓他踏入這裡 如果他是來旅刊了怎麼辦這樣 然後那個大哥就有點小委屈 然後就跟我說啊我就心軟啊沒辦法 他也是警察也是吃 也是他才有他的工作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這種弱弱相殘的部分 就是沒有大官願意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最後想要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在法律上面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 那你其實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去釐清這些法律的一些相關的知識 那就你自己個人的角度 你自己的心情在怎麼去看待這樣的一則報道 其實我主要在寫的時候 我還是希望就是我可以用 更客觀的方式 但是客觀但是不中立吧 因為我可能還是希望說這個 居民可以守住他們的房子 那我想要就是找到更多中立的 更多客觀的事實的點 來佐證說他們的委屈 然後讓這件事情被更多人知道 最後可以達到守住他們屋子的結果這樣 我想這每一個事件都有很多 只要特別去關注的事情 但是不管立場是什麼 不管我們的價值是什麼 不管我們是同情或是反對 做一個媒體找到客觀的事實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我們要把客觀的事實找出來 讓大家去做評判去做討論 同時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會有自己的角度跟立場 去詮釋這樣的一件事情 這是我們新的單元 跟報告跟故事實 就是我們要由我們記者來告訴大家 他們在採訪背後非常重要的一種心路歷程 今天非常謝謝榮景來接受訪問 我們之後也會陸陸續續來訪問公庫的記者 來談他們在採訪過程當中 所遭遇到的各式各樣的狀況 讓我們不是只有看到事件 還能夠看到事件背後的故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